在以往的冒险游戏中,玩家通常扮演的是一个人类 从菜鸟俑者一步步变成强大的英雄 最后杀死魔王拯救世界 可如果有天,设定反转了 游戏让玩家扮演一只魔物 而你的任务是要杀死这世界最强的英雄 你敢接下这个任务吗?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小谷,英雄杀手 是由Southport Games开发,NeoWiz发行 并于2021年推出的Rogelike动作平台游戏 在历代的冒险游戏中 骷髅通常会被设定在最底层的存在 作为新手怪物被冒险者击杀 换取经验和金钱 然而在这部游戏中,玩家将要操控的角色 是一具名为Scott的最弱骷髅小怪 试图从最强英雄的手上拯救其他的魔物 游戏的主要过程就是通过不断地击倒敌人 然后获得强力的装备 最后在与人类中最强的英雄对战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游戏却获得了最佳独立游戏 最佳创新 最佳海外游戏等奖项 那么这款游戏究竟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呢 接下来玩家机密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小谷英雄杀手的剧情故事和玩法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开始 黑暗中有一个无力的声音不断呼唤着我们醒过来 眼睛慢慢睁开后发现眼前有个受伤的巨型骷髅 正用刃剑慢慢的将身体脱靠近我们 而地面上身体和头颅分开的 正是玩家扮演的角色小谷 醒来后的小谷将掉落的头重新安装 在巨谷的说明下才知道 原来人类正在袭击魔族 在哈莫尼亚大陆存在着人类和魔族两大势力 本来在魔王和初代勇者的合作下 人类和魔族已经签订了和平条约 可人类在签订条约不久后突然袭击魔族 没有防备的魔族死伤惨重 魔王和所有的干部都被人类抓走了 接着巨谷让还能行动的小谷 去从人类的手中救下其他的魔族 走了一段路后 小谷遇到了魔力就快耗尽的同袍 无法继续行动的他交出身上的腿骨 小谷就这样获得了第一把武器 不久小谷看见了魔女被囚禁在一个笼子里 他使用同伴的腿骨打倒了看守的侍卫 解救魔族重要干部之一的魔女 魔女让小谷去前方和骷髅警卫队会合 然后就化身成小猫跟随在小谷的身后 当找到警卫队长时 他已经被打败了 并且所有的警卫队已经牺牲了 魔女惊讶 居然连骷髅中最强战力的队长都失败了 队长表示因为对方是食人魔 并且他还发现食人魔的身上多了几块黑色的石头 而那些石头似乎控制了食人魔的心智 还让食人魔的力量提升至离谱的状态 而那些石头实际上是魔石 魔石其实还蕴含着更强大的力量 不过由于人类的不了解 所以现在还只能运用在控制和强化傀儡的能力 可一旦让人类研究出魔石的潜能 那么整个哈摩尼亚大陆将会受到巨大的威胁 随后队长让小谷带走他的头颅 队长将所有的魔力灌输到头颅里 让小谷能使用他的能力救出其他魔族 装下头颅后 小谷多了两个新的技能 还有了新的装备 这就是游戏的独有特色 玩家可以在战斗中携带最多两颗头颅 自由进行切换 每个头颅都有自己的能力与特色 为的就是能应对不同的敌人 带着队长的信念后 小谷不久就遇到了食人魔 并与他战斗 经历一段苦战 将食人魔身上的石头都清除后 脱离控制的食人魔 立马就倒在了地上 之后起身的食人魔就恢复了意思 就在食人魔打算打开城门 让小谷进入时 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天而降 对方正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 初代勇者 仅仅一击就将刚刚让小谷陷入苦战的食人魔击杀了 只见他凝聚所有的能量 突然小谷的视野就变白了 这时出现了魔女的记忆 在一个满月的夜晚 一个少年正在拼命逃跑 而身后有一个神秘人正在追杀他 虽然少年的腿受伤了 可为了活命 他只能不停地奔跑 然而最后他还是逃不过 少年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而站在一旁的魔女 也仅仅是这样看着可怜的少年 醒过来后的小谷因为种族的能力 将分散的部件重新连接了起来 而之所以小谷只受了轻伤 是多亏了魔女 帮小谷挡下了勇者的大部分攻击 不过他自己也因此受了重伤 他决定留在这里养伤 拜托小谷一人前去拯救魔王 进入卡利恩城第一站的和谐自立前 另外有个被藤蔓纠缠的骷髅 告诫小谷不要进去森林 因为苏金在人类的控制下变得异常残暴 而且森林里还有许多的人类把守 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但为了拯救魔族的小谷 还是决定进入 就如骷髅所说的 森林有许多的人类 可除了人类之外 还有被控制的魔族 没办法下 小谷也只好将他们一一解决 路上小谷遇见一位剑袭勇者 对方正陶醉在当了勇者后 受到粉丝爱戴的想象 看见小谷后 他打算将小谷当成实战的对象 虽然对方只是剑袭勇者 可与他对战却比之前遇到的敌人强多了 不过最后小谷还是将他打倒 除了遇到敌人外 还能救助被囚禁的其他魔族 救下后的魔族会留在小谷重生的地方 之后能给予小谷一定的帮助 除此之外还能捡到其他魔族的头颅 这就类似于其他职业的选择 如果装上狼人的头颅 除了攻击方式变得像狼之外 还会有狼族的高移动速度和敏捷的加成 当然路上小谷可能会被敌人打败 可由于骷髅拥有重生的特性 也就是他会保有战斗的经验 然后再通过一次次的重生 变得越来越强 然而获得的头颅和身上的一些物品会掉落 剑袭勇者除了剑矢之外 还会遇到其他不同职业的剑袭勇者 然而在小谷的面前 他们也就只是会移动的经验值 不久小谷来到了森林的深处 遇见了树金长老 由于树金长老只有脸部会受到伤害 加上他的速度 比起其他敌人会相对缓慢 因此比较适合使用狼人头颅与他对战 成功解救树金长老后 作为打谢 他将人类运送魔王进入卡丽恩城的情报 告知了小谷 进入卡丽恩城后 魔女的记忆再次出现在小谷的脑海中 有天魔女与魔王一同前往卡丽恩城 打算说服那群不同意和平条约的部分人类 途中两人在和谐之林 遇见一位人类少年 少年用破旧的披风和树枝 正玩着扮演勇者的游戏 突然他举起树枝就冲向了魔王的方向 而魔王也配合着少年玩勇者游戏 舒适交锋后 两人就像老朋友一样坐着聊天 少年表示希望能快点去冒险 这样他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勇者 父亲也会为他骄傲 魔王鼓励他说一定能成为出色的勇者 躲在一旁的魔女并不明白 为什么魔王会和人类那么要好 因为依少年的目标他将来可能是魔族的敌人 不久少年离开后 魔女忍不住问魔王自己的疑问 魔王则表示他能感应到少年身上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一股日后能拯救哈摩尼亚大陆的希望之力 进入卡丽恩城后小谷再次遇见曾打败过的剑西勇者 失败后的他们打算以同伴之力打败小谷 然而如今小谷的能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很快他们再次被打爬下来 之后在城堡最高处的宴会场碰上了金钟骑士团团长 他没想到入侵者居然是最弱的骷髅 他认为自己是地表最强的男人 所以小谷不适合做他的对手 于是派出了骑士团的副官莱安娜姐妹 换做其他人可能会对突然出现的两位敌人感到棘手 然而小谷之前就在见习勇者的练习下 对于一对多已经不陌生了 而且两人有时会轮半模式 一人攻击另一人在上方观战 然后一段时间后换人继续攻击 所以还可以让小谷缓口气 当一人被打倒后 另一人就会被激怒进入觉醒状态 觉醒的人还会补充一定的血量 所以这里较好的做法 是将两人的血量压低 这样对上觉醒的副官也会相对简单点 好不容易打倒莱安娜姐妹后 地表最强的男人凯留了 接着小谷通过前面的入口 进入地层的实验室 魔女也曾变成猫潜入城堡 还偷听到了团长嘲笑初代勇者的嘲讽 而这些嘲讽也被那位少年听见了 随后团长一人进入了实验室 少年和魔女也跟着走了进去 之后他们看见团长开启了暗示 似乎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在实验室里 小谷遇到了许多被魔石操控的魔族 可奇怪的是 当打倒他们之后还会爆炸 原来实验室的所长 是一个次命于研究魔石的疯子 他十分享受小谷与同族之间的厮杀 还为了防止实验体的叛变 往他们体内注入了炸弹 这也就是为什么 之前被打败的魔族会自爆 不止如此 他还将刚刚异常激动的团长 放入了水槽中 不过由于体型太大了 他只好割下了几片肉 才勉强塞进去 从这里也可以听出 团长已经遇害了 当他想对小谷展示魔石的威力时 失控的齐美拉将他给压碎了 被自己研究的怪物杀死 也算是个挺讽刺的死法了 解决齐美拉后 初代勇者再次降临 一刀解决了小谷 这时再次继续魔女的回忆 在密室中 他们看见了惊人的一幕 原来密室里全都是被绑架的魔族 帝国绑架了无数的魔族 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 而少年打开门后 看见研究所所长 在和团长说着一些话 可由于距离太远 只听到几个关键字 女神丛林 争霸大陆 身轻魔族实验体 少年因为过于震惊 不知不觉中 他推开了大门 这时所有人都呆滞了 很快所长就反应过来 让士兵去抓住少年 少年因为没注意脚下的窟窿 不慎掉了下去 脚也因此受了重伤 降低了逃跑的速度 之后就发生了少年被杀害的事件 魔女因为身份的关系 不能介入人类之间的事情 只能眼睁睁看着少年倒下 然而是少年为朋友的魔王 才不管这些 他愤怒地将士兵举起 士兵虽然也在这时发起了反击 但最后却因为没能控制体内的能量 最后爆炸了 虽然少年被砍了 但仍有微弱的生命迹象 正当他们要救助少年时 初代勇者出现了 他误以为是魔王和魔女杀害了少年 他抱着少年发出了愤怒的气息 对于他们的解释 勇者根本听不进去 这时魔女才知道 为什么少年那么憧憬成为勇者 为什么他想成为父亲 值得骄傲的孩子 为什么勇者被侮辱时 少年会愤怒 因为初代勇者就是少年的父亲 回到实验室 成功逃出的实验体模组 在看见死去的小谷 决定救活他 多亏了小谷在实验室 制造了不小的骚乱 间接性地帮助了 所有实验体的逃脱 所以为了报答小谷 他们决定拯救冰死的小谷 甚至不惜用完击战的魔力 复活小谷 复活后的小谷 在他们的指引下 成功离开了研究所 城楼上 剑西勇者再次出现在小谷的面前 他因为第一次冒险 就输葛了低等魔族的骷髅 回到城后被许多人瞧不起 为了洗刷耻辱 他决定使用权力对战小谷 然而这时的小谷 已经不是他使出权力 就能打败的魔物了 小谷很轻易的 就再次打败了剑西勇者 接着在内城碰上了大祭司 为了战胜小谷 他不断使用魔石的力量 可最后他却因魔石吸收过量 导致炸裂 这时空中出现了光芒 小谷则是随着光芒前往圣索 果然在囚禁魔王的房间里 小谷遇到了最强的男人 勇者看出 小谷是个有点不同的魔族 因为目前还没有魔族能够成功来到这里 说话间 勇者突然渴出了血 似乎他的身体受了重病 可尽管这样 他还是不打算使用魔石的力量 第一次败给小谷后 他决定 不管身体的负担 解放全部的力量 打算彻底消灭小谷 然而 不知是小谷太强 还是勇者身体脆弱的关系 最终勇者居然输给了小谷 尽管勇者早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知道了人类的腐败 与背后的阴谋 可只要卡利恩城中有一位善良的人类 他就必须守护这座城市 因为这就是勇者的指责 临死前 他希望小谷能放过卡利恩城的人民 这时上方飘下了一张纸 这是少年曾经画过的画 他后悔 以前总是忙勇者的事 而没能好好陪伴自己的儿子 说完就断气了 魔女瞬移了进来 炸开了墙壁 准备带走魔王 随后催促小谷赶紧离开 离开时 小谷的内心 似乎有个奇怪的感觉 他不自觉地停下来看着勇者 可他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这时 魔女的回忆 回到了少年时候的一个星期 在勇者的带领下 人类向魔族宣战 为了应对人类的进攻 魔王的干部提出了几个作战方案 然而魔王只保持沉默 魔女在想 为什么当时初代勇者 会恰好出现在那里 难道是有人策划了这个阴谋吗 这时 魔王从不远处出现了个小骷髅 看他那亮相的走路方式 应该是最近才变成了新骷髅 而据说能成为骷髅的人 都是生前有强大的执念 但没能如愿的人 魔王能从他身上的执念感受到 他就是那个少年 魔王轻轻地走到他身边 可能是怕他忍了 于是给骷髅披上了他的披风 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小谷 看到最后才知道 一切的开端 都是由于人类对于魔石力量的贪婪 企图利用魔石获得更大的力量 引发了一系列的悲剧发生 让本该和平的哈摩尼亚大陆 掀起了风波 游戏中最让人感到惋惜的小谷 少年 则成为这次争斗最大的牺牲品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还摧毁了自己曾经的家园 虽然在还是人类时 少年没达成成为勇者的愿望 不过在死后 他却以魔族的身份达成了这个愿望 在魔族的角度 他杀掉了残忍的人类 击退了怪物 成为拯救魔王成的英雄 让卡利恩的军队解散 残忍的实验也被终止 帮助魔王成功和人类签订了和平条约 一个小骷髅完成了初代勇者 没能做到的伟大成就 然而在人类的角度中 小谷成为了新的魔王 他是让无数冒险家死亡 杀死救国英雄的英雄屠杀者 可能未来又会有新生的人类勇者 前来讨伐小谷吧 之后魔王成没落后 又将会有新的魔族反击 就像是陷入主作的无限循环 而小谷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玩家们又对于小谷 英雄杀手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